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用番茄和面粉分享一个懒人面试 200克面粉,加一小勺烟增加筋性 分次少量倒入100克温水 搅拌成面絮状 用手揉成光滑的软面团 如果面团揉不光滑,就盖盖,醒5分钟再来揉 就可以揉得很光滑了 加适量清水浸泡 接下来去准备配菜 番茄去皮 土豆去皮 土豆切成小块备用 番茄横几刀,竖几刀,再立起来切成块 小葱切成葱花 大蒜切成蒜片 锅热,加少许油 油热,放入蒜片,葱白,炒出香味 再放入番茄,炒至变软出汁 放入土豆,适量蚝油 翻炒几分钟,炒至土豆断生 加适量清水,大火烧开 再烧几分钟,烧至土豆变熟 泡过的面团 用拇指,拇指,轻轻一缕 鱼汁变透明,变薄 鱼汁变透明,变薄 揪成大小时钟的快 因为泡掉了部分淀粉,所以说口感很劲道 放入烧开的汤汁中 全部放进来之后 再煮上两分钟左右 土豆煮得烂一点,汤汁更美味 准备两颗土豆鸡蛋,打散 淋入锅中 出锅前放入葱花,搅沫香油 五香粉,适量盐,搅拌均匀 简单快速,营养美味的面片就做好了 面口感滑嫩筋闹,汤鲜香浓郁 冬天早中晚来一碗,全身暖乎乎的 喜欢的朋友赶紧试试吧